我收到房務員朱駱老師的電話 再和阿力握上去 我和朱駱老師進來的時候 就看到葛美士躺在這裡 已經沒有資格了 你們有沒有爭執過?沒有 讓我等下 陳Sir 根據房務員的口供 他見你握著槍站在死者的隔壁 而當時案發現場是沒有第三者在 施靈儀, 你私言謀殺 我們要帶你回警署調查 我沒有傷害姑姑 這些我們會查 我不會讓兇手逍遙快過去 羅馬業 陳Sir, 他是施警司 這件事私言謀殺很嚴重 要跟隨程序去做 不好意思 你對我沒問題 是, 大家一定要全力撿空 大家走 Madam, 陳Sir, 今次這麼在意 召喚了所有保安 在會議室集團, 知道 師父… 大家都知道 今晚在3208號房 發生了一宗兇殺案 對不起, Sir 我們需要向警方提供資料 在案犯的前後 你們有沒有看到什麼可疑的人出入 沒有… 沒有… 如果想到什麼, 馬上向我報告 當然… 朱老司跟我說過 他說看到葛女士的狗 本身離開了房間之後就不知道在哪裡 案發事, 本身被嚴重 警方也很想知道他身上找到什麼線索 我們是有責任找回本身, 大家幫忙找 是, Sir 死者不名角外耀, 原名斥麗鵝 是你姑娘, 是嗎? 是 那你和你姑娘的關係是怎樣的 她之前和我父母有點誤會 但我很尊重她 案發的時候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我暈倒了 暈倒了? 我醒來的時候 已經看到姑娘躺在地上 好, 後補中槍 我本來是上去送衣服給郭女士 我按鈴, 又沒人承認 然後我聽到小狗在那裡吠 之後我好像聽到有人在喊 姑娘, 姑娘 我怕有事, 我就用時卡開門進去看看 那你開門之後看到什麼? 我看到郭女士躺在地上 頭流很多血 職警司拿了一把槍在旁邊 到底是什麼人殺你姑娘? 她有沒有跟別人結過怨 最近有沒有跟別人偵執過? 我之前是跟她吵過了 有一次在咖啡店 聽到郭女士跟阿斥警司在吵架 好像說阿斥警司的父母欠銀行很多錢 想向郭女士借, 她好像不肯 我還看見郭女士把雜貨丟給七警司 她們只是吵架? 不是, 她們在推推撞撞撞 然後郭女士就倒死了一杯咖啡 還弄破了牙齒 整件事很清晰 上次你上來不能借錢 這次上來求你姑娘 你姑娘也不借錢給你 你就生氣起來, 開槍殺死她是嗎? 不是, 我這次上來 是因為我弄好玉鴨 然後打算還給她 最終她相信我 我們還一起吃蛋糕 但朱老師親眼看到你的手握魚腸 你怎麼解釋? 我想, 兇手趁我暈倒 就用我的槍來殺菇姐 然後放回我手裡 你的意思 就是說兇手特意嫁禍給你? 你的推測應該不中 沒有證人看到, 你怎麼說都行 根據目前的證據來說 你嫌疑最大 我們隨時可以下查控告你 七零二, 有人來探望你 老闆姐, 你怎麼樣? 我來了 姐姐, 鑑證那邊怎麼樣? 我問過鑑證的同事 他們驗過一些蛋糕 但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成分 反而驗過可疑醫的屍體 看來也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物質 無法證實曾經中毒荒蟻 即是我的驗身報告也沒有人? 不僅如此對你不利 警方查到你父母在加拿大炒樓 賞了很多錢, 欠銀行一千萬 朱老師說見到你和你姑姑 是因為借錢的事而掙扎 即是我想殺人東京? 其實我真的不… 究竟有兇手跟我有什麼仇口 究竟為何要這樣撼害我? 是, 我當警察是得罪了很多人 但他們可以害我無仇 可以殺我 姑姑是無辜的 我未是很肯定的 但我懷疑害你和你姑姑的人在韓神 要不我查她? 但如果只是要對付你 那為何要殺你姑姑? 早前因為娃娃魚的事 你姑姑曾經住在韓神不肯記一斤 你還查到什麼? 如果你姑姑發現韓神的秘密 她就要殺人滅口 再一石二鳥交禍給你 拘捕了你就沒有人再查她了 原來如此 這次這案件由陳Sir而責任 當年你們一切行動 警察警察因為陳Sir查案手法有問題 而投訴過她 她這次實在公佈施仇釘死你了 我不在乎 現在最重要是找到殺菇姐的真正兇手 幫我 警察警察,我們想進去看嗎? 好 案發前,CCTV就是拍到各女士 和Madam Cher到過來 之後就沒有其他人進來 究竟兇殺是誰? 會不會在冷氣槽排進來呢? 日明軒的冷氣槽設計得很窄 就算你這麼瘦,也排不上去 很可能是露台排進來 那會不會在隔離房排過來呢? 排過來應該不難 不過CCTV沒有拍到有可熱人板 在其他地方出入過 除非殺手就是這裡的主客 亦有可能由天台游勝下來 如果這麼說任何因素 我們也有嫌疑 如果是住客檢查了,豈不是很難查嗎? 太多可能性了,我們要收集他 那如果那個可遙 就是知道了韓神的什麼秘密的話 韓神,之前郭女士說過 想用韓神的故事 來做小說的難本 所以我想留意他,了解他多一點 跟司徒Sir的估計很問候 什麼? 司徒Sir 黃小姐 雖然我跟郭女士只做了幾天的朋友 但我知道她最小的就是財務 財務不見了,她再天之靈也不安心 我們會盡力找財務 其實這幾天我睡得很差 我在想,如果案發那天 我不是在咖啡店喝東西 而是跟郭小姐在一起 相信事情就不會發生 不准大家做事 最新劇集《逆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